大家好,今晚和大家吹吹水吹吹酒 我们经常都听到阿妈Fever 和阿妈Ronnie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? 阿妈Fever 少说阿妈Fever 它是一瓶酒来的,它有一个中文译名叫活灵魂 这一瓶智利酒王,国内人都很喜欢 它是由智利庄主邀请五大酒庄抹汤的庄主一起去釀造 历史不是很久,第一个Vintage在1996年 大家有机会就要试一下 而阿妈Ronnie,讲实讲阿妈爱你 它不是一瓶酒,是一个酒款 它是意大利北部威尼斯附近一达叫做Vepalachella的地方 所以阿妈Ronnie的全名叫做阿妈Ronnie de la Vepalachella 它通常是用以下这三种葡萄洋做的 它有什么特别呢? 它是用风干了葡萄才炸汁 所以它是一种很full body 和酒精度大约15-17度的酒 好了,今天就轻轻讲了阿妈FIFA和阿妈Ronnie 明天再跟大家分享下葡萄酒有趣的东西 或者大家想知道些什么 欢迎留言、subscribe和like这段影片 下次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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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